晚上10点后,可以出门了! 欢迎收看5月5号报导正能量新闻的新闻最正点 行动管制令来到第49天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郑宾燕 新闻最正点持续为您报导正能量新闻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确诊人数 卫生总监诺西山今天宣布 大马新增30人确诊 累计确诊6383人 1人死亡 累计死亡人数106人 今天也有83人治愈 累计治愈4567人 晚上10点后,可以出门咯! 国防部高级部长拿督斯里·伊斯迈·沙比里说 政府不再限制民众的出门时间 允许民众在晚上10点后出街 但民众仍然不准跨州 Foodpanda调整运作时间 随着政府宣布放宽行动管制 Foodpanda也调整了运作时间 但各个地区的时间有所不同 当中最早的是清晨5点开始运作 最晚是凌晨12点结束营业 女医生呼吁大家少出门 随着政府放宽管制令 日前已经有很多民众出门逛街 但这个现象却让前线医务人员感到相当无助 一名女医生在脸书直播 她说 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什么时候才可以不用穿这套衣服 她质问大马人是否想看着自己的国家 变成和意大利一样 确诊和死亡人数都不断飙升 才肯乖乖待在家里 是不是要全部医生护士都死了 大家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呢 她也看到 医护人员都非常爱惜每一位大马公民 希望大家能够合作共同对抗疫情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国际组主播陈学生 你好 我是陈学生 我们马上来关注全球的确诊人数 今天的新增病例有66734人 累计确诊人数366027人 死亡人数3733人 累计死亡人数252793人 治愈人数39681人 累计治愈人数1202336人 毕业典礼取消 校长开车为学生献祝福 毕业典礼是人生大事 很多学生都期待在这一天 穿着帅气的毕业袍 从校长手中拿到毕业证书 无奈的是 受疫情影响 最近有不少的毕业典礼都被迫取消 美国德州一所学校的校长 不希望学生会因此感到遗憾 所以决定开车到学生的家 亲自为他们送上毕业祝福 他和妻子在12天里面 行驶了将近1288公里的路 拜访了612位毕业生 并和他们自拍 留下难得的回忆 无人书店兴起 疫情爆发 让无人商店再次备受关注 中国各地最近就兴起了无人书店 民众可以通过微信 网络书店或自动售书机等的方式买书 书本可透过快递的方式送到顾客的手中 这样就可以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降低染病的风险 日便当店暖心举动 先吃 疫情期间 很多人都因为不能工作而没有了收入 东京有一间便当店就推出了延后付费的服务 店家在店铺前面贴出了暖心的公告 他写着 如果你是钱不够的孩子 可以晚一点付 如果有需要的话 就算长大后再付也没关系 如果长大后我们长男堂关门了 就用这些钱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吧 日本的这家便当店真的充分地展现了 人间有温情这一句话 这个时候呢 很多人的经济来源的受损 可能要过上更加节俭的生活 像是我自己在家里为了要减少电费 就要少开冷气 那么在这个那么艰难的时刻里面呢 对于那些还可以向外人伸出援手的人 我真的打从心底地敬佩他们 那么在这里 让我们一起来感谢这些人 也祝福大家 让我们一起携手来共渡这个难关 今天的国际新闻就到这里 接下来的时间教会给兵宴 谢谢 有一个故事 我相信大家的耳熟能详 有一个老师 有一天就拿着一张白纸 上面呢 有一个黑点 他就问在座的每个学生 请问你们看到了什么 结果大部分的学生都说 老师老师 我看到了纸上面 有一个黑点 人性很奇怪 我们总喜欢放大别人的缺点 却忘记了别人的优点 新闻也是如此 我们容易被负面的新闻吸引 却忘记了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好人好事的新闻 不断在发生 尽管最近这个世界 真的出现了很多的黑点 但我依然希望你能够看见 黑点和黑点之间 那一大片美好的白色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最正点 我是马夏南台 郑明燕 祝你平安健康 我们明天见 那一天起我不确定 你会不会哑应 我知道我要坚持 我要相信 你会有空 用着老旧的旋律 一心一意 打动你的心 一起贪心 世界中 双手的守候 只要你也愿意 陪你摆脱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